特區政府成立,董建華發表自港方針 駐港解放軍主力部隊已經進駐香港 四千多人參加支聯會發起的遊行 今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第一天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成立慶典上說 管治香港首要任務是推動經濟 他透露會在十年令七成家庭擁有自己的居所 而國家主席江澤民說 有信心香港人會治理好香港 英文華報導 就過國歌之後江澤民支持 他重申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我在這裡重申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這是一項長期的基本方針